大家好,我是Travis 話說前段我的頻道終於突破了2000訂閱 為了回規觀眾,我們的頻道有望全面提升 相信大家有看我的旅遊影片都知道 因為我的攝影器材比較殘舊 所以很多影片都非常惡劣 為了提升這個畫質,我們就買入全新的Gropo Hero9 這是我人生第一部Gropo 其實在兩年前已經想買Gropo 但那時候又不是經常去旅行 那時候我的觀眾數目不多 所以一直都沒有買Gropo 其實現在都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希望今次買了Gropo之後 畫質將會全面提升 為我們的頻道改革 我們現在立刻去開箱 我買的是一個套裝 它包含電池、Memory Cast 這個是Gropo Hero9套裝 還有類似自拍棍 如果你們買Gropo Hero9的正機價 就是$3,500 如果你們加入他們的一連制會員 就會連會員費 就是$2,700 所以都很划算 這部Gropo Hero9 跟之前的Gropo有什麼分別呢? 它就是增加了前置的螢幕 方便我們可能有些人 拍攝的時候看到自己的樣子 還有可以方便構圖 這個是非常好的設計 而且這部機器現在升級到5K畫質 雖然我家是連一部4K的播放器都沒有 好,我們立刻去片 有什麼設計 加上機器 CB-204 加上機器 我可以用來浸放器 加上機器 跟我可以用來浸放器 加上機器 加上機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